即时新闻综合报导,城南海军列雷劲案的庆副造船爆发严重财务问题并涉及炸弹案,有相关官员指出国防部最快月底就可以庆副解约,不过有不具名的军方官员经表示,不能说一定会解约,因为轻易解约后续恐须面对庞大的民事求偿,对军方恐怕更伤,军方必须谨慎小心处理。 针对庆副造船城南列雷劲却爆发严重财务问题并涉及炸弹一案,有相关官员指出,由于庆副本月底需向银行提出17亿元的还款保证,但庆副目前的财务问题已影响情运与执行合约的能力,若银行团不展颜,庆副也拿不出钱,就构成解约条件,国防部最快于月底就可以庆副解约。 中央社报道,有不具名的军方官员经表示,银行团若不愿意让庆副展颜,会列为重点评估条件,但解约必须考量综合状况到那个时间点上,海军一定会审慎评估,但不能说一定会解约,因为轻易解约恐面对庞大的民事求偿。 官员也提到,近日海巡署曾提出要终止和庆副的合约,庆副当时就立刻提出异议,显见目前庆副也在等着看海军会不会犯错,若有机会就会向海军提出民事赔偿,因此军方必须谨慎小心处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